好,没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 哦,出来了 看有record才行 题目叫美女和野兽门 不是和野兽,是和野兽门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为什么是野兽门 然后小标题叫雅比盖的福音 这是圣经中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所谓的Beauty and the Beasts 萨摩尔基上25章一章31节 那故事上文呢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被扫罗的旷野追杀的历程中间 饶恕了扫罗 他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在扫罗追杀他的过程中反客为主 在扫罗这个在洞里二号的时候没有杀他 还拦阻周围的人来不要加害扫罗 因为虽然扫罗在追杀他 可是他认为扫罗是 他看扫罗是这个神所高利的王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美女跟野兽的故事呢 就是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上一次看到说 大卫是一个好像真的是像旧约的基督的影子 因为他有那个受高者的身份 而且呢他又是跟扫罗迥然不同的那位君王 因为扫罗就跟世界上的君王一样 但是大卫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君王 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分成三段 叫大卫与拿巴 然后鸭比盖迎接大卫跟鸭比盖的智慧 那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猜到 我的题目叫做美女与什么 与野兽门 那所以为什么加了个门子呢 就是说因为这里有几个野兽呢 就是我们会看实际上不止一个野兽啊 好 那在一开始二十五章第一节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 也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之前的那位像君王一样的士师 撒末尔死了 那我们知道撒末尔在整个的以色列的亡国历史中间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是从士师时代 过渡到亡国时代的那位最伟大的先知 那在君王成为一个特别的身份 就是神所使用的这位这个君王之前 就是他士师起着先知 祭司跟君王的三个功用 所以撒末尔死了 就是是一个化时代的事情 而我们知道撒末尔不仅高利了第一任君王扫罗 也高利了第二任君王大卫 所以当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化 对整个以色列史举国哀悼 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 他自己的坟墓里 那这里就提到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 我们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去参与这个撒末尔的葬礼 但是很有可能根据他的location被扫罗追杀的地点 在这个有大国南部 而这个撒末尔的拉玛是在北边 所以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去 见这个参与为撒末尔哀哭 但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也跟这件事很有关 跟撒末尔死了很有关系 当一个人他的灵性的导师离世的时候 对大卫来说 他将要独自面对更多的事情 那在这个进入大卫拿比该跟亚比该跟拿巴的故事之前 我们甚至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在诗篇这个73篇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篇 是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诗人雅萨 在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活着的日子 他提到他说他曾经差一点跌倒 这个跌倒是指什么 不是指他的这个手脚年纪老迈滑跌 而是说他见到恶人跟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所以这也是谈到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就是不是所有的恶人都恶有恶报 那说圣经这个诗人说 恶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力气也壮实 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受灾 这些人这个因为体胖 就是太吃得太好了 而突这个眼睛因体胖而突出 等等 所以他说因为世人自己经历的很多的难处 他说他就非常的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发生 为什么神许可恶人在世上 常想安逸财富增加 那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位拿巴实际上 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的恶人 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看大卫跟拿巴之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是分成三段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当圣经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 他介绍的方式是特别有意思的 他们说当你看拿巴的时候 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 他是这样介绍的 他说马云有一个人 他的产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 他正在加密减羊毛 然后他说那人名叫拿巴 是迦勒族的人 他的妻名叫雅比盖 是聪明俊美的妇人 拿巴为人刚必凶恶 所以在这里你会注意到 首先当这个人出场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的不是他的名字 是什么 是他的什么 财富 对 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财富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些暗示 就是这个人实际上 真的是富有到一个地步 大家要先介绍他的财富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 说这个人名字叫拿巴 但是他特别提到说是迦勒族的人 大家还想到迦勒是谁吗 就是跟约束亚一起 对 对 就是跟约束亚一起 只有他们那个同时代 只有迦勒跟约束亚 进入了这个迦南地 所以迦勒实际上 是以色列中间一个属灵的伟人 所以作为迦勒族的人 他应当是一个敬前 他的先祖是敬前的 这个以色列的领袖 然后圣经后面又告诉我们说 接下来第三集又说 他的七名叫雅比该 是个聪明俊美的富人 然后如果你不读下面那句话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什么都有了 对吧 又有财富 又有什么 又有好的这个 先祖 祖上 对吧 祖上有福气 是神所喜悦的 他又娶了一个美女 聪明俊美的富人 怎么样 都是好事 对吧 但是突然最后一句话 就把整个这件事情 就变成说什么 所谓我说 鲜花插在什么上面 对吧 然后他说 这个人 唯人却是刚必凶恶 OK 所以 一出场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拿拔的 他的这个 这些细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到拿拔 因为拿拔所在的地方 就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旷野 所以第四节 就是说 大卫在旷野听见这个 拿拔剪羊毛 那羊毛是 剪羊毛是什么时候 就实际上 就如果说 丰收的时候 是摘果子的话 剪羊毛就好像是这个羊 我觉得就好像是 就是丰收的时候 因为羊毛一剪 就可以什么 应该是买卖 就是好像收割的时候 所以是一个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候 所以 这好像就好像过节一样 因为这是 这个辛苦 养羊 就是要什么 可以从羊毛 羊身上有羊毛 可以 获得收入 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加密去见拿拔 提我的名 问他安 要对那父父 如此说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现在 我听说有人 为你剪羊毛 你的牧人 在加密的时候 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 可以问你的仆人 他们必告诉你 所以 愿我的仆人 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 求你随手取点 赐予仆人 和你儿子 大卫 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 这个紧接着的大卫 他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我们知道 如果你 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圣经人物 他的话就表明 神 借着圣经人物 所要表达的 神的心意 就是在这个故事中间 所要让我们学到的功课 他们的语言 实际上就 反映了 技术 圣经的主要人物 不论是 撒姆尔记的作者 还是上帝自己 让我们要注意的 大卫在这里 我们知道 他怎么来 有求于拿帮 首先我们 要知道 大卫是为谁求拿帮 大卫是什么 大卫有手下的 他有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大卫有六百人跟随他 虽然他在逃亡的过程中间 他仍然有人跟随他 所以他为这些手下来求福利 那我们知道 他自己没有 是 这个叫逃亡 是居无定所 所以他不可能去牧养羊 或者是 他不可能去中庄稼 所以他 他的 他去 向这个拿帮 求 祈求拿帮 给 有赏赐的时候 他做的哪些事情 因为我们看见 他非常有智慧 第一个 他去的地方是什么 时间是什么 第八节 告诉我们说 是好日子来着的 所以就像羊毛 就好像丰收一样 第二个呢 我们看见说 大卫是非常的 温柔 或者是 谦卑的提到了 去见拿帮 对不对 你注意到 从第五节的时候 说什么 要问他 所以他在 然后呢 他说 而且呢 他非常的 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 让他的 这个手下 他的仆人 非常诚恳 并且 这个认真的 来祝福那一家人 他说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 所有的都平安 这对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福气 这个 当然我们今天也说 可能你说 你觉得是一个 问候 但是这个问候 是非常的重要 那 可是大卫 不是光是说 我讲些好话 我就来 可以向你求什么 第七节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大卫实际上 是跟拿拔 是有 你有没有交情 有交情 对不对 因为 他们是 彼此 互为 邻舍的 也就是说 大卫 躲藏的 旷野 正是 拿拔 放羊 的旷野 也就是说 拿拔 这个羊毛 之所以 可以剪得成 跟大卫 也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大卫 没有去放羊 所以第七节 他说 你的仆人 在加密的时候 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他说什么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 然后他说 你可以问仆人 他们必告诉你 所以 愿你给 随手取些 赐予你仆人 和你大卫 所以你注意到 大卫找了一个 好的时间 也找到一个 稳妥的 这个方式 提醒拿拔 他跟他是 互为邻舍 他们 曾经与 这个 他们的仆人 在一起的时候 也保守他们 没有失落什么 这个为什么 失落什么 大家想到 是指什么 大卫的暗示 是指什么 对 在旷野 牧羊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大卫自己是 曾经是牧羊人 还记得大卫 曾经跟扫罗说什么 你的仆人 可以去打 那个非力士人 为什么 因为有人 有谁 有狮子 什么 还有什么 有没有老虎 还是熊 来抓羊的时候 他说 你的仆人 就什么 奋起 打他们 对不对 所以如果 在这个旷野 实际上是 危机四伏的 所以为什么 失落什么 当然是指那些羊群了 所以大卫温柔的 提醒他 一件事情 就是 他的喜乐 和平安 不仅仅是神的 赐福 也包括神 借着大卫 与他的相处 给他的福气 你注意到 所以大卫 非常的 我觉得 有理有据 而且很 diplomatic 他这个 这个人是 非常大卫 是非常有智慧的 好 那我们看见 拿巴是怎么回应的呢 拿巴怎么样 拿巴就说 大卫是谁 他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大卫是谁 是不是 不是吗 为什么 第二句话 别西的儿子是谁 那就说 他知不知道 大卫是谁 知道 他的目的是要表明 大卫跟他没关系 他说 近来背逆主人 奔逃的仆人甚多 怎么样 他完全知道 大卫为什么在那里 他知道大卫是什么 逃避扫罗 而且他把大卫的身份 放到一个背逆主人 奔逃的仆人 所以在这时候 你就知道 大卫 对大卫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他说 我岂可将饮食 和为我剪羊毛人 所宰的肉 给我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人 拿巴这一段话 就给我们看见 拿巴不是不聪明 恶人不是不聪明 是非常sharp的 他能够把这个角度 虽然大卫是这样的 大卫是从 这个枣罗的角度 是背逆主人奔逃的 对吧 大卫的确 好像跟拿巴关系 不是特别深 所以他 但是拿巴这样说 拒绝承认 大卫跟他有任何的瓜哥 并且来说 这个是 给我的仆人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些都是深深的 对大卫的羞辱 所以我们下面就看到 故事的第二幕 雅比该初见大卫 然后我们也是分成三段 看到 大卫的反应 然后也看到 有 奇妙的 有仆人 拿巴的仆人 告诉雅比该 然后雅比该 怎么迎见大卫 那大卫听到这件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会怎么想 但是我们记得上一次 大卫 在 这个 这个 洞里遇见扫罗的时候 是一个道德的楷模 可是今天大卫 听到这个 拿巴的 这个对他的羞辱 你主要是说 十二节说 大卫的仆人 转身从原路回去 照这话 告诉大卫 没有任何的增添和减少 大卫就说什么 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个人都要戴上刀 大卫甚至不用讲他为什么要戴刀 众人就都戴上刀 大卫也戴上刀 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 留下二百人看守器具 所以他们说 当解经家去研究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你注意到 在短短的一节经文中间 出现了三次戴刀 戴刀 戴刀 所以你就知道 大卫是很果决的人 大卫是 他是还是勇士 虽然他是在逃亡中间 但他是双手曾经沾满鲜血 以后也会有鲜血的人 所以大卫是 实际上我们就知道 他不是一个随便可以 随便就可以欺辱他的人 他尊重扫罗 那是他那是他看扫罗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侮辱他的 因为他毕竟 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 非常骄傲 也非常有自信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对不起 这个我没有把这个去掉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故事就 发生的是 居然有拿巴的仆人 他看到 听到拿巴 回应这个大卫的 所差遣他的那个十个仆人的消息 情况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不好 因为我想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节经文中 来看 为什么他知道事情不好 第一个他就是 拿巴既然知道大卫是谁 所以呢 拿巴的仆人一定也知道 所以他们是非常消息灵通的 他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 主人去辱骂他们 所以仆人很清楚 拿巴的行为就是辱骂 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然后但是呢 他的仆人呢 都没有跟 没有办法跟拿巴讲 他只能告诉亚比赛说 他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什么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 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才好 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他性情凶暴 无人敢与他说话 所以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间 我们再一次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 拿巴的一个中仆的角度 和他告诉亚比赛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说 大卫前面所描述的 他是怎样保守 拿巴的仆人 没有失落羊群 都是真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卫 在虽然在他的流亡生涯中间 他仍然是坚守 一个叫清洁的风范 一个叫做 因为他是有刀剑 他是战士 所以他就去骚扰 这个平民百姓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看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品质 就是从仆人的见证 敌对的拿巴的仆人的见证 我们看到说 大卫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邻舍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邻舍 所以仆人就说 不但他们不欺负我们 而且不失落羊 而且昼夜 做我们的保障 那这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当拿巴这样 无故去羞辱大卫的时候 仆人知道 根据拿巴的这种性情 会惹来祸患 OK 那我们看见 我们的美女出现之后 他就 雅比该急忙 这个急忙这个字 讲得非常好 他连都不需要去 他马上 将两百个饼 两皮带酒 五只收少的羊 五细压 烘好的惠子 一百葡萄饼 两百五花果 都拖在驴上 你知道这表明什么 第一是表明 雅比该的智慧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 这也从侧面 给我们看见 拿巴的富有 在一个 没有事先 预告的情况下 他就马上可以准备好 这么多东西 你就会知道 拿巴实际上是 很蒙福的人 从物质方面 然后雅比该就赶快 对仆人说 你们前头走 我随你们去 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他 丈夫拿巴 我们看到这个 夫人的智慧 他知道这件事情 跟拿巴讲 是没有用的 二十节说 雅比该骑着驴 正下山坡 见大卫和跟随 他的人从对面下来 雅比该就迎接他 迎接他们 但这时候 大卫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在旷野 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以至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以恶报善 反属拿巴的男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 愿神重重降伐于我 好 所以在二十一节 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 终于 我觉得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在大卫的内心 有另外一个野兽 因为他这里看到说 他觉得像 他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说 大卫是应该愤怒的 被人羞辱的时候 如果不愤怒的人 那是有问题的 他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二十二节 他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说 他要因为这件事 把凡属拿巴的男丁 什么 一个不留 到明日清晨 这里实际上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看 从大卫身上 我们看到说 他不是一个 他的恶 因为他的怒气 他犯了很厉害的错误 如果他真的去做的话 好 所以我们看 故事的高潮 就是这位美女 智慧女子 雅比盖的智慧 他是怎样来 平息大卫的愤怒的 好 首先我们看 雅比盖迎见大卫的时候 他 听到大卫前面的那些 我不知道他是远处听到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从大卫 提刀 那些人 四百人 带刀 过来的时候 我想不用听见这些细节 也应该知道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看见大卫的时候 就什么 急忙下驴 在大卫面前 脸浮于地 叩拜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 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 当 作为一个女子来说 她在这里是非常有智慧的 因为她把她的姿态 降得很低 因为她知道在这个时候 面对一个愤怒的 手上持刀的 军王 虽然他是 大卫是在逃亡 但是他是以色列的将军 勇士 然后四百名带刀的人 他真的是 他这样去面对大卫的时候 是非常勇敢的 我现在这里应该提到说 除了他谦卑 自己尊荣 大卫 还有一个他非常的勇敢 去面对这样的情景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雅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雅比该的话语 你知道圣经 今天这段也是一样的 圣经再一次用人物的话语 让我们看见人物的品质 还有神让我们学的功课 后面基本上都是他的话语 他就说 我主啊 愿这罪归我 求你容卑女向你敬言 更求你听卑女的话 他看到大卫的怒气之后 第一件事情 他先说 这个罪 愿这罪归我 实际上他没有做什么措施 是拿巴羞辱大卫 可是他先把他的 这个责任 先有一部分归在他自己身上 因为他跟拿巴是一家的 所以他就谦卑的说 求 他先求大卫说 你要求你 听我的话 先听我能够跟你讲一句话 然后他后面就 二十五节就很有智慧 他说 我主不要理着坏人拿巴 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秤 他名叫拿巴 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 他为人果然鱼丸 他接着说 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 卑女或者婢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啊 耶和华 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去流血的罪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启示说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所以你注意到 他向大卫禁言的时候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 就是 这个怎么说 劝解的姿态 他说 求你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 因为呢 他的名字就表明他鱼丸 然后呢 他说 他又 因为他是求情的人 所以他又把他自己 放在一个说 我没有看见 说然后呢 二十六节又非常有智慧的 说什么 他说 是耶和华 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所以呢 我又指着神在你面前启示说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你注意到 他在短短的两节经文中间 他把他 对 拿巴羞辱大卫这件事情 采取了正确的责备 同时呢 他还做一件事情 就是 他说 我没有看见 但是我相信神既然 阻止你报仇 但是呢 也会让你的仇敌 和 像拿巴一样 遭害 他没有说是遭害 就是像拿巴一样 那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就是说 让神来 为你报仇 让神来 除去你的羞辱 这位女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因为 她为什么敢讲这样的话 首先我觉得 我们不 她对她的丈夫真的是 我们说嘛 鲜花插在什么上面 她丈夫虽然极其有钱 当然我们 小朋友在画这个 不是小朋友 就是我们看到 人物故事 把它述入于画面的时候 就说既然恶人鱼丸 所以她就一定很丑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 可能她是很英俊的 但是英俊与否 那都是次要 是个人的品格的问题 所以她首先真的是知道 她这个丈夫拿巴的鱼丸 而且名如其人 但是她劝说大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充满了智慧 她让大魏知道 她没有看见 而且呢 她把神 耶和华神 提到这个 提到神的名 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人 像喇叭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大魏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是 看到一个 听到这个 雅比盖的劝组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慢下来 慢下来 然后 雅比盖的画还没有完呢 他的画很多 但是很重要 他说如今 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 给跟随你的仆人 他用事实说话 你记不记得 刚前面我们听 看到说 他让这些仆 这些其他的仆人 带着礼物 在他前面走 他在后面跟着 所以有点像 还记得在创世纪中间 发生的 这个 雅各 从拉班 他的舅父那里 回到 那个 亚伯拉罕 以萨的 土地的 就是回到 那个迦南的时候 他把礼物什么 拆在前面 所以他有同样的智慧 他的礼物实际上 已经到了 大卫的面前 他又在大卫面前 来陈述 为他 这个 这个拿巴加求情的时候 他呢 就用礼物来表明什么 表明他 真的是 这个 祈求大卫 不要亲手 报仇 所以他28集说 求你饶恕 避你的罪过 他仍然把 罪有担当 他说 耶和华 必为我主 建立坚固的家 那他 真的是 这位女子 深深的认识神 深深的 他 说 耶和华 为我主 建立坚固的家 因我主 为耶和华 征战 并且在你 平生的日子 查不出 有什么过来 这里 非常的 智慧 他不但说 神是 这个 为大卫 建立家 而且他也说 大卫是为神征战 而且呢 大卫 现在是没有过世的 他就这里的时候 就把大卫 放在一个非常高的 这个状态中间 就是 一个 没有过犯 然后神与他同行的 一位人 然后他说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 寻缩你的性命 你的性命 却在耶和华 你的神那里 蒙保护 如包裹 包裹 包裹 保器一样 你的仇敌的性命 以后 必抛去 如同鸡旋 甩石一样 你注意到这里 他完全知道 大卫的情况 就好像 他的丈夫 拿巴知道 大卫是耶稀的儿子 他也知道 大卫是在逃避扫罗 所以他说 虽然有人起来 追逼你 寻缩你 可是你的性命 却一直在神那里 蒙保护 所以 不但拿巴知道 不但 这个 拿比该知道 实际上整个以色列 都知道大卫的情景 就是说 你采取什么态度 你觉得大卫是逃避 是悖逆扫罗呢 还是大卫 只是 是在蒙身保守 没有被扫罗 迫害自死 而他这里 最后这句话 非常非常的奇妙 他说 你仇敌的性命 耶和华必抛去 如同鸡旋甩石一样 鸡旋甩石 想到什么 英文是什么 神好像用那个 sling shot 把那个石头甩走一样 sling 大家想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 大卫一生中最伟大的 战绩是谁 是什么事情 是怎么得胜的 对 他就用鸡旋甩石 打败格利亚 所以你知道 这个雅比盖 句句都讲到 大卫的心坎上了 他知道大卫是一个 亲近神的人 他也知道大卫是在 神的带领下 来保护下 所以才没有被扫罗抓到 所以在他的整个的 这个劝告中间 他不断的提及 大卫与耶和华的亲密关系 然后他也站在大卫的角度 说你的神既然保护你 也会什么 对付你仇敌 让他们的性命 好像鸡旋甩石一样 被对付掉 所以这位女子 接下来讲说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 报仇 留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 照所应许你的话 赐福于你 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我主必不置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亏 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 求你纪念 婢女 最后 这一位 智慧的女子 说 大卫啊 我主啊 你现在 还是不要亲手报仇 而且呢 在你的报仇中间 会流无辜人的血 因为大卫要做的是什么 不仅杀拿巴 还什么 凡属拿巴的男丁 到了耶和华赵所应许的话 赐福于你 立你做王的时候 你不至于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亏 所以他再一次诉求说 说大卫 你要 既然 神一直保守你 神也借着我 来劝告你 所以呢 你就能不能听我的劝告 不要自己亲手报仇 以至于以后 你可以不会心里不安 良心有亏 所以在这一段的 劝告中间 我们看见说 对大卫来说 他当然听进去了 那是下一次我们要谈的 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就看到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亚比盖的智慧是 他借着五个步骤 来转移大卫的怒气 让他知道 劝服大卫 没有来亲手复仇 第一个 他是以谦卑尊荣的态度 来面对这位勇士 手中持刀的君王 他有认罪 有担当 他有补偿 有礼物 然后呢 他始终在求大卫的饶恕 因为虽然他自己 没有去侮辱 是拿巴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他毕竟是 拿巴的妻子 所以他要求大卫的饶恕 然后说 然后最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 他不断的接着 大卫与神的这个互动 他知道大卫的所行 就是神带领他打败菲利士人 神带领他出入 不断的打胜仗 而且带领以色列百姓 所以他诉诸于大卫的 那个崇高的灵性 说你不要亲手报仇 虽然仇敌侮辱你 虽然我们是有亏欠的 但是呢 他说 既然我 如果你能听进去 我的劝告的话 你不至于以后良心有亏 所以这位女子的智慧 是了不起的智慧 所以在今天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通常就说 雅比该的故事 带来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就是福音的信息 你说雅比该怎么是福音呢 实际上通常我们在 这个历史的旧约历史中间 说大卫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这位君王是与众不同的君王 就好像基督的君王 好像耶稣的那位君王 是谦卑的骑着驴子来的 可是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看到说 这个大卫反而是一个反面的衬托 因为我们说他实际上 今天的故事中间有一位美女 然后呢两个野兽 那只是有一个野兽呢 大卫听进去了 所以雅比该才是今天的这个主角 这个主角从侧面来给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的与众不同之处 也看到大卫所需要拯救的地方 因为你看到雅比该是谦卑的 来到王的面前 那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的时候 是什么柔和柔柔和和的谦卑的来拯救我们 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 呃带着圆月弯刀 甚至不是拿着枪炮 来到世界面前说 这个世界是我的啊 他是谦卑的来到这个世间 虽然我们是被他拯救的人 他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高姿态 他是非常的呃 所以基督是谦卑的来到世间 然后呢 雅比该他是本 他没有侮辱大卫 所以呢 但是他有担当 他说无罪的担当有罪的 像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 是更伟大的 无罪的担当有罪的 为什么 因为基督没有犯任何 呃值得上十字架 甚至值得被责备的事情 但是是因为 他要拯救罪人的缘故 所以他来什么 担当人的罪 而雅比该呢 是奉献 献上礼物 来平息 呃 大王的愤怒 满足公义的这个要求 呃就是 呃 哪把侮辱呃 呃大卫 呃所应当承受的恶果 同样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啊 平 在十字架上用他永恒的生命 啊 为什么只有基督的献祭 基督在十字架上死 才能够呃 满足神的公义 因为 因为人的 价值 胜过所有的 这个世界的财宝 和和世界的 其他的生命 只有 人的生命 可以换人的生命 所以基督所献上的礼物 是什么 他自己完全 完全无罪的生命 来平息神的愤怒 所以将我们可以什么 赎回 拯救 以至于我们好像拿巴一样 没有马上死亡 啊 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都是 活在拿巴 在面对他最后那个上帝审判面前的 那个 喘息 还活着的原因 啊 最后我们看到 拿比该是什么 诉求王的饶恕 基督为我们求上帝的赦免 在十字架上他说 神啊赦免 啊 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照他们所做的 啊 然后呢 而且 这个 亚比该呼吁大魏 去行敬虔之事 基督救我们 是让我们什么 让我们跟随他的人 敬虔的跟随他 所以这也是我在开始 我们提到祷告会的事情 我们敬虔的跟随主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做个人的基督徒 家庭的基督徒 小团体的基督徒 而是做什么 而是做神国度的基督徒 神呼吁我们做整个 整全的基督徒 行敬虔之事 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 所做的事情 和对我们的期待 啊 所以我们就回到 诗篇73篇下半段 在诗篇73篇下半段的时候 我觉得 大魏之所以 发出那个愤怒 而且差一点 真正去 杀此拿巴的南丁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知道大魏 如果真的去做 那个罪恶更大 但是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 发誓的时候 实际上是犯罪的 实际上是非常得罪神的 所以实际上在诗篇73篇中间 这个诗人也是 也是 在13节之后 他就开始悔改 他觉得他前面所想的那一切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不对 13节的时候 他已经 他是 是一个他犯罪的事情 13节他说什么 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他觉得什么 他说我没有犯那些恶 没有像恶人恶 而且呢 我是洁净了我的心 我表我是无辜的 可是呢 我现在觉得是白白的 突然的 为什么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没早晨受惩治 然后15节他就说 我说 我既然这样子 你还什么 我是洁净的 我是无辜的 但是我终日遭灾难 没早晨受惩治 所以他说 我我觉得什么 你是奸诈的 带你的重子 就带我 他说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 让我这样 敬虔跟随你的人 遭灾难 受惩治 可是却让那些 什么 恶人 平安的离世 享有财富 财富儿孙满堂 然后呢 还不是富二代 他是富三代 富四代 富五代 富千千万万代 然后17节 诗人才开始悔改 诗人说什么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念他们的结局的时候 诗人说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为什么 因为今世绝对不是结局 今世只是战时的过客 真正的结局 是在永世 所以 诗人最后 21节 是我 为什么说 今天的故事 有美女跟野兽们 因为21节 诗人承认一件事情 他说 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他说 我这样愚昧无知 就是觉得好像 在世上 我清洁 却仍然遭遇患难 他说 可是并没有 却没有认识到 这是你对恶人的一个惩罚 他说 在你面前 如同出类一般 诗人的良心 或者诗人的灵性 复苏的时候 他说 如果 我才发现 当我嫉妒恶人的平安 在今世的平安 与财富的时候 我实际上 我的灵性 就好像畜类一样 所以我就说 诗人才说 所以大卫 在这个故事中间 他真的是发现 自己内心 也有野兽一般的情况 所以他说 因为我没有真正认识神 因为我没有真正 进到神的圣所 去仰望神 所以诗人最后才说 25节才说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就是我们唱的诗歌 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是非常重要的诗歌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context 首先出现的时候 是表明说 诗人开始认识到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因为 今世所遭遇的患难 或者恶人所蒙受的祝福 而要有任何的嫉妒 任何的觉得不平 因为到永世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什么 力量和福分 直到永远 所以 今天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是 也43分钟了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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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